以两岸一家福子同心为主题的首届 三月桑连马民族文化节 4月11日在福建省连江县 小仓奢族乡精彩上演 两岸少数民族同胞共聚于此 欢庆三月桑 畅序两岸情 一大早 士林八乡的奢族民众来到这里 再歌再舞 展示奢家民俗 对唱奢家三歌 欢度着他们的节日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来自台湾屏东的陈先生 此方他受邀参加到三月三活动中 并带着台湾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前来参长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情人带 有点像我们这种小包包 对对对 就是让你们放东西的 因为穿这个族服没有口袋啊 对 通常是没有口袋的 那像这个就是情人带 然后都会有分男生女生 大家就是很热情 我们之后会有一个落地的基地 然后那边会都展示一些我们台湾商品或是课程 还有一些活动跟舞蹈表演啊 在台湾高雄从事餐饮行业的陈佑龙 是第一次参与到三月三活动中 浓郁的民族风情让他感到十分亲切 因为工作的关系 陈佑龙经常往返两岸 他也十分看好大陆的发展机遇 两岸这样子交游我也觉得蛮不错 就想说来体验看看 然后也一起参与其中这样 我会跟着家人一起来这边工作 然后频率的话 大概也就是一两个月也都会来 来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样子 忙完后我就可以来试试看 我会愿意来试试看这边创业什么的 在奢家风情沉浸市互动体验街区 奢族服饰 奢族剪纸 奢族织布工艺等奢乡飞移项目 令人目不暇接 奢乡米饭 乌米酒等传统奢族美食 更是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除了奢族美食外 现场还设置了东南亚美食展等 让民众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抑郁风情 我们生活习惯还是东南亚一带的 但是它也融合了当地 它里面有糯米 有肉松 还有就是里面的调料 黄姜饭 记者二姐道 福建是大陆奢族人口的主要居居区 迄今保留着浓郁的奢族风情 每年在福建举办的三月商活动 也适应着两岸同胞共同参与